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姬 你的 sing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自己不拆的话 我们给你拆掉料子 连料子都没有用 没用了 那我是不得拆 那你拆 你拆我这也拆 徐生金是安徽省金寨县水平村的贫困户 他正在大的房子是违章建筑 政府给他在山下分了房子 但他不想离开大山 于是和老伴一直借住在嫂子家 嫂子看不上徐生金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说他做过直肠肿瘤手术 还是每天三顿都要喝酒 徐生金在当地这个三千零一十三人的村子里也算小有名强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村子里常有人开玩笑说 徐生金可能就是那个拖后腿的 以前那个房子因为地质灾害把我倒塌了 然后呢 接他们自己选择 我们给他申报了异地坊间的政策 享受在异地建房 肃方瑞是水平村的第一书记 推动精准扶贫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他非常熟悉 截止到2019年水平村还有142个贫困户 徐生金年纪不算最老 家庭负担不算最重 身体也不算最差 为什么人们说他是最难的 徐生金已经在山里生活了62年 只上过几天小学 他家能耕种的土地加起来有两亩 2013年 徐生金查出职场上长了肿瘤 手术治疗的花费 使得他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政府通过落实异地搬迁政策 在新建的安置点宋河街道 给徐生金分配了新的住房 但徐生金一直以山下没有营盛为由 始终不肯离开大山 现在还节外生枝地 在山上搭建起钢架房 这违反了政府的相关规定 肃芳瑞原来的单位 是安徽省投资集团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他 于2017年被派驻到水平村 帮助扶贫 他想了好几个可以帮助徐生金 提高收入的办法 只要徐生金肯下山 维建房问题就迎刃而解 肃芳瑞迫不及待地 想要告诉徐生金这些好消息 我们村面积比较大 总的有40平方公里 39.7平方公里 老百姓都在山上 碗到特别多 路又窄 这窄货 徐生金 徐生金 不在 徐生金 不在家 每次来都是 14月8月不在家 不知道跑哪山头上去了 没信号 每次来打电话也打不通 你来找 你也碰了 是吧 你小子来徐生金到哪去了吧 徐生金 徐生金呢 徐生金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家里没人 手机也没有任何信号 苏芳瑞隐隐感觉到 事情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茫茫的大山里找人 苏芳瑞熟悉的经济学 帮不上什么忙 他决定 坐等徐生金回来 你回来了 我们上来了 今天来 主要来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关于你那个 一个脱贫的事 我们这个村里上来来上来去 就考虑到你下面 离这里远 然后给你找了个 扫马路的工作 就是给下面打了一声 一个月七百多块钱 也不累 怎么不好多呢 你这个事情不是天天干 拿着天天在这山上待着 天天干这些事情来 你春天你去买马子 你现在搬了也没过去 住上几天 那国家搞这个政策 那对你什么效果呀 搞马子 工作不住 那你搞马子干嘛 还租给人家 国家搞马子给你租的 你去租给人家 你刚才你还不是不愿意吗 我现在你不是一直惦记着 你山上的这个地吗 这样子行不行 我把你的想办法 我们村里商量 把你的 把你山上的地 承包给别人 然后呢 每年给你 这个地的租金 你现在 你下面可以 干活混到钱 这边给你流染了 又能混到钱 比你天天趴在地里 要抢一下吧 可愿意呢 不愿意 简单的工作 加上土地的租金 是苏方瑞 很有把握的扶贫办法 但这些办法 在徐生金这里 完全讲不通 苏方瑞感觉 有点上火 今天徐生金 确实把我搞气了 就是感觉 怎么做工作 都做不通的 和苏方瑞的见面 完全没有改变 徐生金的生活 和往常一样 吃过早饭 喝过酒 徐生金就和老伴上坡 去自己的天麻地 这片天麻地 是徐生金的 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让所有人 很奇怪的是 一样的种天麻 徐生金比别人 赚到的要少得多 尽管野猪破坏之类的意外 常常发生 徐生金也不愿意像别人一样 多给点功夫 装上防野猪的栅栏 而到今年 徐生金才知道 几十年来 他种天麻洼的沟 一直比别人浅 每次干活 总差那么一点 这似乎解释了 为什么他总比别人 赚到的少很多 但徐生金从不去想这些 他宁愿每天喝着酒 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 这一点 让素方锐很是头疼 素方锐又想到了新的 帮助徐生金的方法 他觉得 如果能让徐生金 在山下的住处附近赚到钱 就能打消他的疑虑 徐生金自然而然 也就愿意下山了 全世界是有村里的高茶 种茶 植茶的能人 我们琢磨了 能不能让全世界 在这方面帮帮您 今天聊话题 我给你查一条子 我叫你怎么在 怎么省钱 这个茶医生 这个地方还去学习的了 以后能在学习的 你在这啥套卖多 卖啥多过 没有卖给你 对啊 豆糕 你怎么都不了了 什么原因都不了了 没 你学过吗 你学过你现在学习的 抠照了 你现在老了 觉得没人不在 这个种游戏茶 比那个做甜八菌浓 比那油盐半支 还容易 要死掉了 死掉了 我脚子这么死掉了 打个比较的 我叫冰冰水 我头头上去学习你啊 冰冰水就知道了 徐生金已经62岁 有好多年 没有学习新东西了 一时之间很难改变 第二天 在外打工的侄子 一家四口回来了 这意味着 徐生金和老伴 无法继续借住在嫂子家里了 徐生金情急下 又开始搭建钢架房 学习 学习 你跑哪去了 在家吧 在家吧 来来来来 徐生金呢 他一直讲的 他有些 有些生产的资料 然后呢 有些方法 你说来的嘛 有个去处 对吧 你徐生福 你在这边啊 在你这些地点 是吧 你该跑了 你是后悔的 因为呢 你人类的出发面 那个你后悔的出发面 是吧 你那边没吵过一百里 但是徐生金 我说你很实在的话 他在 层级的土地上 他一个屏幕 都没有给他盖 那边啊 你那边啊 你那边啊 就来喊你的微信 我这都给他吹的 那个村里不可能 我肯定都不能喊 我这种色红线 你肯定是 我能碰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想着这个 你看你 你也有这种 生产生活的需要 然后呢 我需要 我需要钱 我们的钱 有些家事 还没吃你 都给他解决 考虑的解决肯定不显示 我吃家事 那行 那先这么说 好 那你帮你吧 转眼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杀猪请客 是很多老百姓 过年的传统 托素方锐的福 徐生金 有了难得的 吃习的机会 请客的村民贵留群 原来也是村里的贫困户 搬到山下之后 做戏粉兼养猪 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一年 菜怎么样啊 看人家生活怎么样 看这三套粉兔 那给你打个小炮了 打个小炮了是吧 嗯 现在啊 哪个没打小炮 那我们还没打到 那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干了 对 对 对吧 对吧 不出来的 真想不出来的 对了 搬下来 有很多的出路 你不得人家 你这个儿子 找个媳妇 也愿意来 不愿意上来 你跑到那大山里面 谁也去 知道 下个雪就上不去 老想待着老地方 不换思想 你不行 你要转变 你看人家在下面 还在这个地方 应该生活是吗 在底下 这这样一波出的 火我们平头 我会全地也试 然后呢 就找个花家 所有人 你这个 找个 找个 有啥 你应该的习惯 你找个 徐生金被说动了 他答应了 只要山下能赚到钱 就搬下来 素方瑞趁热打铁 第二天就为徐生金 准备了一次 特殊的面试 我方言 你要是 努力把自己自动工作做好 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法律 对吧 哪天哪天 这个事 我也来讲了 这把 你讲的好吧 好好 那这个事 我还是多讲一句 你上榜期间 你就不能再喝酒了 你讲上榜 对 剩余期大概一月多少钱 剩余期是725 725 725 1月725 就在三个月 第一天上班 徐生金就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们来讲 我偷回啊 我烧好了 第二天的奶啊 要没有烧好 又怎么搞呢 在适用期内 你必须把我的烧好 你三个月以内 我们的适用期 如果说你干得不好 我们有可能就 就辞退你了 在山下工作 当然要住在山下的房子里 徐生金一直住在山上嫂子家 现在住进自己家 还缺少一些生活用品 我这个地下的屋 都是空的 现在来讲总的 轮不过 我现在到这村子轮 帮着上忙 帮我帮忙忙 哎 生姨 来了 好 我人家 我进来这个过程 来讲我讲 大头屋的 坑坑坑坑坑 能给我 来讲 能给我解决的 也不过解决 就是屋里比较空 是吧 哎呀 屋里就要空 然后来 这里我给你讲一下的 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 一地风扳签 你的床啊 桌子椅子啊 这些东西 还有你自己值班 那国台也给你打好了 对吧 国台也打好了 那边是政府 政府想办法帮忙 不行 我家 我家很想 打桌子 我送你了 你讲的桌子 刚才全说一讲 想办法给你解决 包括你养被子 我也私下地给你想办 好不好 我站着便宜 也不行 怎么站着便宜 我说你站四人 你都没有我家 我跟他便宜 全书彧和素方锐 很怕徐生金 养成一切等靠药的习惯 这样没法真正摆脱贫困 但是桌子被子都没有的家 已经很难生活 他们还是得帮着徐生金 想一些办法 解决一些困难 家具置办好了 徐生金十分满意 晚上 每天离不开酒的他 又拉着老伴 比平常多喝了几杯 这现在解不了 解不了 四十年 不喝酒 就是金的花 你手这么碎 长得碎不到 2020年的春节 马上就要到了 徐生金想要置办点年货 去看看儿子 买年货的钱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徐生金和老伴 在山上捡了两个月的柴火 这也是春节前 他们唯一的挣钱机会了 然而把柴火运下山的车费 却让他大吃一惊 一百块钱 你能说我就给你拿 你能说我就不把你拿 一百块钱 贵了 贵了 讲的是一百块钱 你还要贴购 你还找不到 那个月够去呗 那又贴购 一百块钱 我们就坐 好 走 被誣买的 他也要在柴火运下 尝尝 iaян 徐生金长时间生活在山里 他不知道的是 如今山下人们的生活 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 以往必不可少的柴火 已经没有多少人需要了 住这钱 这钱喝一千 也不过沉的 要干我多少给你一百块 住家我家要一边二 不就是二十块钱吗 一边给买的 一边一十块 拱钱就是一百 一边给你一块 你招下来你招回家 你招下来你招回家 很麻烦人啊 60多年来 徐生金习惯了靠种山地 和卖柴火为生 千百年来 曾经有无数的农民 也是这样度过一生 然而今天 不断发展的社会 让徐生金们必须改变 卖柴的结果 让徐生金终于想要尝试改变 然而他跟着全书域学中查的第一天 就打了退堂股 徐生金还是想买些年货 看望在外地的儿子 柴火卖的不太理想 他必须精打细算 猪肉还有一些一件 别的二十二块五 别的二十二块五 真薄的先吃 再煮二十二块五 二十五 三千一块 两块钱一个 这么大 好 猪肉价格太贵了 买两个猪费 也算是有肉吃了 然而徐生金没能成行去看儿子 临近春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 安徽省最早的一例病例 出现在1月22日 全国上下都进入了紧张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状态 水平村也不例外 这是徐生金下山后的 第一个春节 他没有准备口罩和消毒的酒精 甚至还缺少很多生活物资 这个时候全书欲来了 春天来了 在全国范围内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3月6日 安徽省已连续13天 无新增病例报告 在生活逐步恢复常态之时 水平村的复工复产 也在有序推进 关于徐生金的违建房问题 大家也想到了一个 巧妙的解决方法 有这个厂子 原来是我曾经常 真知道吧 你自己那个 假的这种你知道吧 我曾经常用的是违房 我把它拆了 拆了以后我要重建 我要重建 重建起来以后 我这个林厂管你啊 我来管你啊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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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盖的比较大 相当大一点 我可以 如果你平时回来 我曾经可以组建给你 对吧 组建给你放个东西 你那个打比方 你回来这个农具啊 审船用具啊 也给你们在里面放一放 哎呀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不是好行吗 总是想救了 救救了 只要来就国家 给我不是住了就知道了 不是给你 不是住啊 不是住啊 就是放东西 你那有东西 不是放不下吗 你住孩子肯定要在下面住来 对吧 我要上来做活 上来做活 有个地方躲雨 对吧 你觉得怎么样 房子那边拆了 拆了之后 这边如果能 建能用 然后能用 用了给你 再给你补点钱 不也很好吗 是吧 现在房子拆了招了吧 招了招了 哎呀 算了 哎呦啊 老师纠缠纠缠的 你也行 先弄了就好了 好 那你这 那我搞他来 一招 你就拆了 好吧 好 那这样 要不就赶拍时间 给他拆着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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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让你搞 你不要搞 那我来 我不懂 以后 以后你不懂的 你要去 到处 你要问 哎 投不掉 那你肯定是投不掉 这投得干嘛 你不就赶起来 再投得干 你再让我瞎的 就像错的了 就这样 既符合了所有政策 又解决了 徐生金的困难 徐生金老两口 已经开始复工 他俩将第一次尝试 种茶 徐生金有信心 能在今年摆脱贫困 这让素方锐和全书裕 感到很欣慰 在他俩的监督下 徐生金酒喝得越来越少 活做得也越来越仔细了 徐生金在山下的第一个春天 就这样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